去年918地震后除了工部门进行灾修重建的同时 国科会地震研究也同步跟进 委托台湾大学以及东华大学地质专家研究团队 在玉里证明广场挖掘平移断层沟槽后 发现玉里断层具有左移特性而且位移20公分 玉里研究所则期盼未来在此地作为地质公园 成为地震地质环境教育场域 去年0918强震后 以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助理教授王玉组成研究团队 立即进驻展开活动断层地质调查 并且在今年4月份证公所的同意下 在证明广场断层隆起压力级 也就是俗称的古包处挖掘了这座三公尺深断层沟槽 在地下地层发现了玉里断层左移特性的证据 尤其在0918强震过后 水平错动位移量测到最大的记录长达20公分 第一个这个潮沟证明了玉里断层在这边的活动 其实已经持续了几千年 对那另外的话在前部上面来讲 我们看到了玉里断层的前部的破裂的形态 以及它破裂带的集合这样子 那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比较重要的部分 台湾的主要断层都是以逆断层形态为主 那相对来讲平易断层的数量比较少 那这个呢是台湾少数的平易断层之一 透过0918年地震的地表 正后的地表调查 这边的地表的位移量大概在20公分左右 王玉指出油沟槽可以看到玉里断层已经持续活动几千年 也发现前部破裂形态以及破裂带 看到了地底下玉里镇的冲击山立石层有变形 表面土层也有地震断层错位现象 对此结果在场的玉里镇长龚文俊则期盼 未来朝向地质公园规划发展 成为地震地质环境教育场域 实际更了解玉里的这个这次地震的震脉 它是如何的走向 那这个也很值得让我们未来在做这些补墙也好 或者新建也好 这些建筑的工法以及使用的方式 能够有更精准跟精确的一些做法 这一项由国科会委托台大以及东华大学地质研究学术机构 进行将近9个月之久的玉里活动断层地质研究调查 历经如怀胎10月的开挖调查结果出炉 更了解了地震板块动向 除了让民众安心安居 也提供玉里镇建设市政重要指标 未来期盼有机会成为地质公园 记者是玉兰玉里镇采访报道